你根本就不屑于上中专吧 心里想的就是一定是上大学的 不是说这个不屑于啊 我觉得就是说 我还是希望上最好的大学 但是呢 我们东洋的中男情侣有个特点 就是说你是男孩 不需要你烧饭 不需要你洗衣服 不需要你干家务 但是有一点 你必须要有出息 你是男人 你未来就是这个家庭的支柱 那个时候我跟我妹妹 在家里边炒鞋 边炒鞋 无天 我们也无事算炒鞋 拿到市场去卖 卖了以后 买了两斤肉 草莓干菜 有时候我送 有时候我妹妹送 送给她到学校里 因为我们当姐姐的 也是应该的 毕业的出路 就是我广场能考上大学 能有一份好工作 我回报家里来 就是这个愿望 我最大的愿望 就是我广场都回报一下家乡 我们这次拍老家的时候 您大姐说 说您妈妈以前就是 就是很希望你能够 多回馈家乡啊 说到这块 她就是很伤感啊 我觉得家乡的事情 比较复杂 他们是没有这种 应对的经验的 所以我采取的方式是 低调 平静 不要让他们觉得 她儿子很了不起 可以无数不能 她儿子就是 可以让他们生活无忧 平平静静 健康是福 不要去省事说 我们家很有钱 我们一定要做慈善 我们要比邻居更高 光中耀族 但背后是什么 显摆呗